你现在收听的是张敬伟的podcast 再过两天就是周末了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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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be alright I'm gonna be alright Singin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Cause every little thing Gonna be alright Rise up this morning Smile with the rising su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聽到的歌曲是1977年的作品 來自Bob Marley所演唱的 Three Little Birds Bob Marley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有兩個說法 有一說是說 他一開始的靈感是來自於 每天早上會聽到他家門口的金絲雀 那他觀察他身邊的很多元素 然後就得到靈感 然後寫出這首歌曲 那另一個說法是說 這首歌是在訴說他的和音天使 三位和音天使在訪談的時候說 Bob Marley每次出去跟他們一起 表演的時候都會跟他們說 我最喜歡的三隻小鳥在哪裡啊 或者是說在舞台上的時候會 跟台下的觀眾說 那我們就再來聽聽我們 我最愛的三隻小鳥 想要唱些什麼給大家這樣子 或說些什麼給大家聽 所以這兩者說法我覺得 都蠻浪漫的也都蠻好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首歌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歌詞 因為他一開始就告訴大家說 Don't worry 不要不要煩惱 一切都不會有事的 然後再配上他那個 輕飄飄的雷鬼的曲調 就讓人覺得 哇整個心都沉浸下來 覺得好像 嗯這個世界上 真的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對不對 這首歌在我們這個時候 疫情的時候聽 特別有感覺 因為我們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其實也是在那個 在一部電影裡面 那部電影叫做 我是傳奇 就是威爾史密斯演的 我是傳奇 那部片是一部 末日喪屍的電影 就是一樣嘛 就是全世界 忽然 爆發了一個 致命病毒 然後被咬到的人 就會變成喪屍 那在片中 就是威爾史密斯 就是紐約最後的那個生患者 然後他在裡面就是過得很孤獨啊 然後那個裡面的設定就是 喪屍會在晚上的時候 才會活動 白天的時候都不會活動 所以威爾史密斯基本上 白天就是在外面 打獵啊 或者是想辦法採集啊 或者是去 去各個地方 然後 他如果遇到那個喪屍的話 他會 想辦法把那個喪屍幹掉 那 每天晚上就是大概 傍晚或下午的時候 威爾史密斯就會 放這首歌曲 然後 讓自己就是比較平靜下來 不要那麼緊張 但 其實我們在聽這首 3 Little Birds 在那個影片 在那個電影裡面想起的時候 你會慢慢覺得 他的那個精神狀態 越來越緊繃 然後其實這首歌的力量 一點都沒有用 所以 其實是造成一個 反差的戲劇張力 就是 雖然那個歌曲啊 一切都告訴你說 不要擔心啊 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 黑夜就漸漸漸的 喪屍 慢慢出來活動 對 所以那部片 我覺得這首歌也是 放得非常的巧妙 那也加強了那個戲劇的效果 其實那部片也是改編至一個 19 忘記是1940年還是1950年的短篇小說 那個小說其實 我覺得比電影還有趣 雖然電影在他那個寫實的那個角度啊 還有那個 拯救 還有就是最後當然會 有講到說有病毒嘛 就會有疫苗的事情 那但是 在小說裡面就不是從這樣的角度 在小說裡面呢 小說裡面的那個男主角 他雖然也是在那個城市裡面 最後的生還者 然後他也是跟威爾史密斯一樣 白天會去追殺那些喪屍 然後晚上會躲起來 但後來那些喪屍開始發展出智慧 然後 那些喪屍其實就變得跟正常人一樣 只是他們例如說不能曬到陽光啊 或什麼的 但後來 就變成是 男主角他變成是喪屍裡面 口耳相傳的一個恐怖的鬼怪 會在白天的時候 殺他們 然後晚上會躲起來 然後喪屍都找不到他 所以就 那個情況完全反過來 就有點像是我們的男主角就變成了 傳說中的虎姑婆 晚上會偷偷的從那個小孩子的被 窗邊這樣 鑽進去然後吃他們的小指頭這樣 所以 所以那一部 那個短篇小說的名字就叫 我是傳奇嘛 I am legend 就是我成為了那個 神鬼鬼怪裡面的那個鬼怪 就是原本 應該是我是人類 然後害怕喪屍 結果現在變成是喪屍 就是傳說中 有一個人類一直在 在白天的時候 殺他們 然後或者是說 危害他們的生命 所以那個角度變得非常的 微妙就是 原本自己是弱勢的 結果 變成你才是那個 在這個社會裡面 造成危害的人 造成危害的人 那個非黑即白的角度 我覺得切換的蠻好的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找 以下那部小說來看 啊 這週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先讓我來喝一下 金牌啤酒吧 最近的天氣真的是蠻熱的 而且 又遇到這個 該死的這個 這個梅雨季節 每天都一直下雨 當然 應該是週末的時候 吧 稍微有喘息一下 不然 下了一整週 也不能 不好出門 就是出門的時候 覺得很靠北 都會一直帶傘 而且那個 角如果不注意的話 遇到那個 輕盆大雨 一定都會濕啊 這麼潮濕的天氣 其實都覺得 身上都快長香菇了 你們不覺得嗎 長出來以後 搞不好以後 煮飯的時候都不用買香菇什麼的 直接身上都有一根一根 就直接拿刀子把它切下去 然後就可以吃了 所以我其實 最近下大雨都不常出門 所以 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待在家裡之前 看了一部 英國的迷你印集 那部影集的名字叫做Fleeback 有翻譯是翻譯成倫敦生活 然後這個英文字 它的意思就是 討厭鬼啊 反正討厭的人事物就對了 Fleeback 這一部劇啊 我以前其實就聽說過 好像很厲害 但是 看完以後我才知道 哇靠 真的是 真的是蠻屌的 一部劇 它總共只有兩季 2016年到2019年 然後 每一季只有六集 一集只有20分鐘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找來看 一下就會全部看完 我上週就像在克餅乾一樣 就刷刷刷一下 就把它 一口氣全部看完 爽快 真的是 一部非常爽快的劇 它的節奏很快 然後 因為是英國的劇本嘛 所以 裡面每一句話都 有第二個 或第三個意思 然後呢 尖酸科博 它裡面也有用一個很有趣的技巧 就是 我們的女主角 它裡面就是有個女主角 我們全部看這整個故事 都是從它的角度來看 然後 它中間會不時的望向鏡頭 然後跟你講他心裡的話 然後再望回來 然後繼續跟角色對話 然後再望向鏡頭 就不斷重複這個過程 然後你就會一直聽到 他心裡的低估啊 心裡的OS啊 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完全了解這個人 他到底在想什麼 或者是說他想要酸什麼 或者是 他心裡的OS是什麼 所以它那個 會讓你就是 隨時都有一個轉換觀點的機會 所以蠻有趣的 我覺得 很好玩 那那個劇情就是在講啊 我們的 女主角 她跟她好朋友 原本開了一家咖啡店 結果她 的朋友 因為 某個緣故 結果就自殺了 然後就自殺之後 其實我們女主角就是 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悲傷 而且她是 她不知道要怎麼去處理那份悲傷 所以她 就是她的生活 幾乎已經分崩離析了 然後你就看她不斷的 要說是尋求救 救助也好 或者是說 用自己的方法 去想辦法克服那個悲傷也好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她的生活 她跟她家人的關係 那其實很有趣的 地方就是 我覺得她裡面對於 角色的描寫都非常好 就例如說 例如說她 跟她的姐姐 我們剛開始看到的時候 會想說這姐妹關係真的是很糟糕 但其實後來你看到後來會覺得 她有一些很漂亮的小細節 就有點像是 但是 平常你會看到 就是 兩個人一直在那邊嗆來嗆去 嗆來嗆去 然後 也沒有給什麼多好的顏色 然後 反正有點滑稽 有點荒謬的 一個感覺 但是 總是會在那個很小的細節 就有點像男生在那邊嗆 你怎樣怎樣怎樣 你長得很矮 你長得很胖 怎樣怎樣 然後就最後就會 跟對方講說 欸 啊 我們一起去喝一杯啊 然後兩個人就忽然 喔好啊 然後就一起去喝一杯 大概就是類似這種 有點小溫暖的那種情意 就是平常你都會覺得 兩個人都在衝抗彼此 然後可是 時不時你會發現 欸 原來這就是他們兩個的相處方式 那裡面除了姐妹情之外 還有 就是例如說 婦女的感情啊 還有一些很細微的一些 她跟日常生活其他人的 的那個交流也都是這樣 那我們就看到我們的女主角 她 表面上是一個 好像已經放棄自我 然後很 很灑脫很瀟灑的一個人 可是其實你 時時都可以看到她 都是在逞強的 那 你會慢慢的活在她的世界 然後好像就像是 了解了一個朋友 或 完整的了解了一個人 所以其實 這個劇本 我覺得寫的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 不但緊湊 而且 很深入 可以讓你 很投入在 這個 這個人的 人生裡面 然後你絲毫不會覺得說 喔太誇張了 或者是說 感覺很出戲這樣子 我非常喜歡 我非常喜歡 這部影劇 它好像是2019年有得到 美國的那個愛美獎 我忘記是哪一個項目 但是 是一個 蠻厲害的獎項 然後 也因為這部劇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會真的 很喜歡這個女主角 呵呵呵呵 這個女主角 就是這一個 這個影劇的劇本 的作者 所以 由她所組筆 然後由她親自演出 你會覺得 哇真的是太厲害了 真的是很佩服 那 這部劇很好看 那就 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網路上搜尋一下 叫做 Flee Bag 然後 中文有一個翻譯叫 倫敦生活 但是不要被 這麼爛的翻譯所 欺騙了 它跟倫敦生活 也沒有 太直接的相關 其實 對啊 呵呵 很推薦大家去看 那 對啊 如果接下來 梅雨還繼續下的話 每一集二十分鐘 兩季 總共 也才十二集 一下就看完了 也蠻好看的 嗯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來講 今天的故事好了 今天要講的故事 是一則 德國的童話 那故事的標題是 貓與老鼠 一開始就用一個 非常令人驚訝的開頭開始 他寫說 有一天 一隻貓與老鼠在路上散步 光想到這個畫面 就覺得很奇怪 貓與老鼠在路上散步 不過後來 因為 貓 頑皮的貓 不改本性 就把 老鼠的尾巴 咬斷 然後搶走 這樣子 老鼠看到自己的尾巴 被搶走 當然就很神奇 就一直跟貓說 把我的尾巴還來 把我的尾巴還來 這時候 貓就跟老鼠說 那不如這樣好了 我現在還蠻想要吃 起司 乳酪 你如果能夠 幫我拿到起司的話 我就把尾巴還給你 那老鼠為了他拿到他的尾巴 他就去找了酒館的老闆 然後他就問酒館的老闆說 老闆老闆 你能不能給我一塊起司 這樣我才可以 把我的尾巴要回來 那老闆 當然也是覺得 這個起司不能掰給 所以他就跟老鼠說 我最近缺一把刀 不然你幫我把刀拿來 我就給你 你要的起司 那老鼠沒辦法 也只好就去找刀了 所以他就去鐵匠那邊問說 鐵匠 鐵匠 你能不能給我一把刀啊 這樣我就可以去找酒館老闆 拿起司 再把起司給貓 我就可以把我的尾巴拿回來 那鐵匠騷騷騷頭說 那不如你去 幫我拿一個獸腳回來好了 因為我做刀會需要到瘦腳 結果沒想到老鼠這一路上啊 去找每一個人幫忙 每一個人都對他別有所求 所以他就一個牽著一個 他後來又去要瘦腳嘛 就去找了山羊 然後山羊又要甘草 所以老鼠又去找了農夫 又找了廚師 又找了鞋匠 又找了一隻母豬 找了好多好多人 最後他終於找到一個 應該是可以把一切化為終點的一個人 他找到了模仿工人 他就跟模仿工人說 模仿工人啊 模仿工人 你能不能給我一點面皮 這樣我就可以 最後一定就可以拿回我的尾巴 那模仿工人就是 也是很爽快就說好吧 那我就給你這個面皮 但是我做這個面皮呢 還是需要一個關鍵的原料 我需要水 那你能不能幫我去把水拿過來 我就把面皮馬上給你 老鼠就很開心啊 他這一趟旅程終於畫到了終點 所以他就走到了西邊去取水 結果沒想到這時候 他腳一滑 就掉到溪裡淹死了 這個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結束的有一點突然齁 這樣我其實也忽然不知道怎麼結了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故事 他的那個結尾 雖然有的時候是很突然 但是突然也有突然的好處啦 他不用過多的解讀 或者是 或者是說他突然的結束 你會讓你去思考說 那我們前面那麼長段的故事的意義何在啊 那也許每個人就可以附加 這樣的故事新的意義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一個過程 那 我在這個節目一開始 錄製的時候就有在想 我在說這些故事的時候 可能都要盡量減少我自己對於故事的詮釋 但是我希望讓我的聽眾可以聽到 不一樣的故事之後有自己的感想 其實覺得都蠻好的 那 今天的節目我們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這是我們節目的第二集 也是 我第一次錄了影像的一集 那如果說有聽Podcast的觀眾 想要看看 有影像的錄製的過程 長的是什麼樣子 或者是說你只是想要看一個人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裡面 然後打著光 然後感覺特別的神秘 但是其實就是在那邊喃喃自語 然後我不斷的講話 然後不知道在衝殺小的畫面的話 可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是張敬維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我們下週見 我是張敬維 我是張敬維 去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